亲爱的网友们大家好 好久不见 有一段时间没录视频了 主要是因为身体欠佳 另外一方面呢 也感觉没什么东西可以说的 没有什么特别的新鲜的内容 直到最近呢 大概一个礼拜了吧 在网上看到了一位自媒体的美女 叫孟柯 到时候我的视频上传之后呢 我会把她的那个视频连接 把它放在我这个视频下面的留言区里面 和大家一起分享 这位孟柯呢 我目前来讲看到的自媒体当中呢 我觉得她这个 这位美女是相当不错的 点赞点赞 给美女点赞 东北人 讲的普通话呢 也是可以的 所以说呢 就是说 她有这个 东北的那个音 口音 但是呢 总体来讲 总共要比我这个南方的这个 普通话要强好几倍了 那么我原来说过一个 就是说在一个 加拿大的一个民运人士 叫圣学对 她讲的普通话呢 是北京口音的啊 那个 那个普通话应该听起来就更加 悦耳一点 但是圣学呢 她说话的时候呢 不是不够流畅 这一点呢 这个孟柯美女呢 她说话呢 是很流畅 速度其实不一定 一定要很快 但是呢 你要表达流畅 把意思表达出来 让人家听明白 那就可以了 对吧 那么我呢 就是 开始我看了几个视频呢 对美女的这个 这个印象呢 相当不错 当然我不是说啊 你的这个 讲的内容当中 有什么怎么样的 高的水平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认为内容方面 有可能还 也还有提高的地方啊 怎么讲的 讲出来的东西 更加有水平 这个反正是 见仁见智的啊 那么 但是呢 直到我最近 听到了一个 一个英语讲的视频 哎呀 这个就给我 感觉这个英 这个美女的形象 大胆 大胆 折扣啊 折扣啊 哎呀 我觉得 哎呀 我实在是觉得 等我稍微 精神好一点 我一定要录个视频啊 就是要把我心底下 给这个美女说的 哎呀 做一个视频给她讲 嗯 所以说我在她的视频下面 已经给她留了言了 但是呢 手写 去手写 根本就讲不太清楚的嘛 对吧 所以呢 我今天就抽一个空呢 就是想把这个 做这个视频呢 主要就是针对 啊 这个 孟科美女啊 这个英语方面的 这个 想给她提一些建议 我呢 就是想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 呃 应该说这个 啊 美女这个英语发音呢 应该还是可以过得去的 就是说我们假如要求不高的话呢 一般听的话呢 也是过得去的 但是在我这个比较挑剔的人的 这个耳朵里面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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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孟科美女的这个英语发音呢 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我听的你 我听你这个英语发音 我实在就是说没办法听下去 啊 这个就是说啊 但是我想你假如能够在我的耳朵里过关的话 那我相信你在绝大多数人的耳朵里面 应该都可以过关了 啊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说我认为呢 第一个呢 就是说你的 他的发音啊 就是说不够精准 啊 精准 就是要很细腻 很精致 啊 你的发音 这一定要这样 这就像对比啊 就是说孟科这个发的这个普通话 跟我的普通话对比啊 那我的普通话就是不够细腻 对吧 不够精致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程度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说 这个美女的这个 因为我是一个男的嘛 我假如说应发的稍微粗糙一点 还过得去嘛 对吧 但是你美女啊 人样子这么漂亮啊 很细腻 皮肤 皮肤白白的 是你一看口讲英语 这个 发出来的英语 实在太粗糙 这个绝对不行 这个 有所形象啊 所以呢 就是说 我就是想说 你的这个发音 一定要精准 一定要下功夫 要把这个音啊 要给它发得很细腻 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 你最起码要花一年的时间 集中精力 专门练这个发音 英语发音 然后等你这个 在这个发音 这个 我想一年下苦功夫 那是最起码的 接下来呢 你就是要在这个语调方面 你要去 去改进 就是说 你不能够讲英语的时候啊 用这种讲普通话的这个概念 这种习惯 去发英语 那就肯定不对的 对吧 就像人家鬼老跟你说 你吃饭了吗 那你这个话听上去 你怎么听也不 这就变成羊枪羊掉了嘛 这个不是我们讲 这个中国话的这种习惯的表达 对吧 但是呢 反字也异了 所以呢 你讲英语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 你一定要 要练成一个什么呢 就是说 要把你的思维方式 要转换到这个英语 这个语言表达的这个思维上面去 用他的那个习惯 去表达 去讲英语 这样的英语呢 你才会讲得好听 一 你要发音要细 第二个呢 就是你的语音 你的语调 就是说 我要哪里应该要重音啊 哪里应该是声调 哪里应该是降调 要有重有弱 有强有弱 有声有降 他的英语的语言是这样的 他不是我们 汉语是一个平的 线 就是一个线条 他是上下起伏 有强弱的 所以就像跟音乐一样 就像唱歌一样 对吧 要有强弱 要有节奏感 而且你的义群 一定要知道 哪里才能够断 哪里才能够吸气 换气 对吧 这个你一定要掌握好 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叫 语音和语调 语音就是你的发音 语调就是你 讲话的时候 你的声降调 你的强弱 这些方面 你要 我认为你最起码 要有两年的时间 要画功夫 不停的模仿 要听着 一些广播员 播音员 那些 英语的听力的东西 要进行不断的模仿 不断的模仿 然后逐渐形成 你一个英语思维方式 就你一讲到英语的时候 你的脑子 马上要转到英语表达的 那种习惯的思维上面去 这样的话呢 就使得你这个 讲出来的英语呢 就好听 悦耳了 就要像你的 这个普通话一样 标准 当然你这个普通话 也还是带有一些 东北口音的 但是也应该也可以的 假如你能够把这个 东北口音再 剪掉一点 那就更好了 那么 现在呢 你等于是 这个讲汉语呢 你是很标准的 但是你一讲到英语的时候呢 就一下子就反差很大 差得很大 所以我感觉呢 你就像一个瘸腿一样的 一个腿再走 另外一个腿就是不行 所以你一定要下功夫呢 要把这个英语的 这个方面要给它提升 保持你两条腿走路 再加上你的形象 那你就就更上一个层次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就是想 就是主要就是我想 对这个美女说的就是说 那么我这里呢 就是推荐给你呢 就是你在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账号上面 你可以看到那个叫 有那个playlists playlists里边呢 你看第一个 我放着呢 就是一个叫 Marie Spain 她是那个谁呢 她是澳大利亚的原来的国防部长 现在是澳大利亚的外交部长 她的发音是非常漂亮的 而且非常先进 口音很少 很少有口音 听得到口音 她是很 这种很标准的那种 很先进的英语发音 对吧 所以呢 我就是想推荐给你 假如感兴趣的话呢 你可以听听她的 那么另外呢 我就是给你提个醒的 就是说你发音的时候呢 你的石头啊 不能在嘴巴里像溜冰一样 你要尽可能要掌控它 不能让它像溜冰一样 这样你发出来的音 一定是很浑的 很浑的 那么顺便呢 我想说说 就是说为什么 我觉得啊 我现在呢 在国内来说呢 我一般对这个 山东以北的人呢 我一般才会有点兴趣 去看他们 为什么呢 因为这边 那边的人呢 他们长得都比较干净 人看上去 白干净 所以呢 你在我的这个 账号的里面 你还 你会看到有很多 这种朝鲜的美女啊 唱歌跳舞啊 所以我就 我就觉得 他们也都是长得很干净 所以你们东北的人呢 也是很干净的样子 出来 所以呢 你一定知道 你一定要这个发音啊 也一定要干净 你千万记住 发音要干净 这是 我给你提的一个行 诀窍 就是说你的石头 不能在嘴巴里边溜冰 你要掌控住 掌控住它 发音呢 一定要在 牙齿跟唇之间 要多用 全面的 发音爆破啊 在这个层齿之间 发音 这个发出来的音呢 它就会很干净 CRISP 这个呢 我就是给美女提个醒 这个视频呢 也录了 已经有十一分多钟了 哦 那么 也许我这个视频 也不一定说得很完整 反正以后有机会 我就再 录视频 再进一步 谈这个问题嘛 另外呢 就像 今天的这个机会呢 就是想 补充一点 就是在我以前的一个视频里 谈到这个金昌荣教授 这个托空修静教授 我说 他说的这个七个层次啊 其实是有八个层次 我呢 找到了他那个说话的视频 到时候 我也会把它连接 放在我这个视频的底下的留言区 大家可以听一听 他具体是怎么说的 总共是八个层次 第七个层次呢 是像朝鲜啊 伊朗这样的敌对国家 对美国来讲 那么 我想今天就谈这个两点吧 希望这个孟科美女啊 这个能够看到我的视频 能对我 对她的建议呢 觉得有 有价值 或者说 有可取的地方 反正我个人认为呢 就是说 这个孟女士啊 你最起码要花一年 下功夫的 去那个 就是说 去练习你的发音 这个 基本功 你不去下你 当然我也不是说 这个美女发音 太烂也不至于 一般人听也 还是过得去的 但是我这个人呢 耳朵比较挑剔 但是反过来说呢 假如你的英语发音 你的语音 语调在我的耳朵里 能够过的话 我相信你在绝大多数 那边都能够听 通得过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那么我们一起共勉 我也一起练习 到时候我们英语 进行 交流 对谈 好 这次呀 谢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